4月26日晚间消息,刘强东案晚餐现场经历者之一,红照集团董事长姚奇勇秘书Quina Huang发布一份题为《关于刘静尧起诉书》中不实内容的声明的文件。 声明中称,刘静尧是明尼苏达大学企业家学者晨跑活动的志愿者。 当天没有其他任何人,就是否邀请刘静尧提出任何需求或要求。 刘强东从未通过姚奇勇秘书或者姚奇勇邀请刘静尧前往用餐。 声明中还提到,当天晚餐的座位并无任何刻意安排,并不存在其座位被姚先生刻意安排一事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